字幕提供 於 Steam Early Access 推出至今已遇三年 主打三地像素風格的鬥技場動作對戰遊戲 《Clone Drone in the Danger Zone》 終於在最近釋出了中文版語言的更新 讓更多玩家能夠無障礙地感受本作的魅力 作為被機械人統治 失去肉體 心智被移植到冰冷機械上的人類 你唯一能做的就是自憑粉飾 在一場又一場的機器人鬥技場上存活下來 運氣夠好的話 你將有機會在某個AI機器人的協助之下逃出升天 每一場對決過關後 玩家可以獲得一個升級點數 升級你的機械身體 解鎖武器或是能力來增加存活機率 畢竟隨著一場場的戰鬥 你遭遇到的敵人也會越來越強大 要小心可別被擊中 除非你有一個以上的複製品 不然被擊敗一次 可是會從頭再來的喔 除了故事模式之外 也有可以挑戰太金等級的無限模式 可以與Twitch觀眾互動的Twitch模式 以及限定武器或是條件闖關 能夠獲得特定升級的挑戰模式 在單人遊玩之外 也可以與好友一同線上對戰或是合作 甚至一對一直接索牙也是可以的喔 覺得太能或是官方提供的關卡不夠有趣嗎 那你一定要試試看編輯器模式 在這裡玩家可以打造出自己心目中的競技場關卡 看要來個一億擋百或是小型會戰 甚至是打造一個二趣味十足的競技場 全都任由你自由發揮 完成之後還可以上傳關卡 分享給全球玩家 經歷將近三年的搶先體驗 Clone Drum in the Danger Zone 已經有著相當高的完成度 隨著這回包含中文在內的多國語言更新 相信離這一次發售的日期應該也不遠了吧